6月10日有确诊足迹多次来到了华联市的重庆市场 华联市公所6月11日赶快要求市场修饰 并且派出消毒班人员前往大清销 市长未在前强调 摊商们的防疫措施都相当落实 而且市场内外还有重庆路段每天都会加强清销 要让摊商和消费者可以安心 一年365天只有在农历大年初一 才休息的重庆市场在6月11日紧急休市 因为这是6月10日公布的确诊足迹当中 有多次出现在重庆市场 市长未嘉贤紧急做出休市的决定 也派出消毒班人员前往展开大清销 华职号有公布相关足迹的部分 其实我们重庆市场都有定时定期的在消毒 也几乎是每天在消毒 利息性的消毒的部分 那为了让我们采买民众能够安心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做相关的大规模的消毒 也希望说经过清销之后 民众不会有任何的余虑 还有我们摊商也能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余虑 那其实也跟大家报告我们在重庆市场的摊商里面 其实都有两个面罩 一个是面罩一个是口罩 然后手套的部分也会按照相关规定来做相关的一个使用 那其实采买民众其实真的可以放心 那我们管控的部分 食联制跟相关的消毒的部分都做得非常弱实 那但是因为足迹者 我们真的很难去筛选出有没有症状的人 那我们尽力的会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 市长表示花莲市五处公有市场每天都会派员来清销 市场摊商也都有全面配戴口罩及防护面罩 而整个市场也严格执行食联制、体温检测、还有酒精消毒等 把防疫措施做到最高规格 要让摊商和消费者可以安心 不过市长也呼吁 如果身体不舒服症状 一定要立刻就医 不要再到处采买扩大足迹 以免把病毒持续扩散出去 介络会幻市报道